杀了越古今一名男子 怀疑在吸毒后失去理智和亲戚争执 竟然起了杀心 拿剪刀狠狠地捅刺对方的胸口 让他死在血泊中 男子束手就擒协助调查这宗命案 巴达望景区主任伊尔万证实 27岁的嫌犯怀疑昨晚在甘榜哈芝巴基 和55岁的亲戚因为一场误会起了冲突 受害者胸口伤势严重 最终命丧现场 当局援引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立案调查 目前还在厘清嫌犯的作案动机